欢迎来到三米阅读,阅读乐趣,三米启航,祝您听书愉快。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逆伤二》,副标题是《在职场逆境》中向上而生。 这本书想要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职场逆境。 所谓的逆伤,是人们面对困难、失败时的心理状态和应对能力。 简单说,就是一个人抗挫折的能力。 逆伤的英文名称是Adversity Quotient,简称AQ。 我们都听说过,智商IQ、情商EQ。 在他们之后呢,逆伤AQ成为另一个衡量人的因素。 逆伤理论的提出者叫保罗·史托兹,是领导力绩效组织文化等领域的专家。 他长期为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NBA、EMBA授课。 多年来还一直为宝洁、微软、亚马逊等全球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1997年,他在一本书里提出了逆伤理论。 书名就叫逆伤。 我们为你解读过逆伤。 简单来说,作者在书里介绍了什么是逆伤,逆伤理论的来源,测量逆伤的方法。 逆伤出版后,保罗·史托兹和他的团队又测量了近百万人的逆伤,为几百个组织提供了相关的培训和咨询,然后写出了一本聚焦职场逆境的书,就是今天的这本逆伤二。 不管你有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前作,都不影响它带来的好处。 已经知道逆伤理论的人,可以通过这部续作了解如何在工作场景中应用这套理论。 没听说过逆伤理论的人,可以直接利用书里的方法提升职场逆伤,更好地应对工作中的各种挑战。 我们知道这本书针对的是职场逆境,作者一开篇就提出,面对逆境时,主要有这么三种人,放弃者、扎营者和攀登者。 放弃者很容易理解,就是困难来临时掉头就跑的人。 扎营者是接受了挑战的人,已经到达了某个目的地,可他不愿意继续攀登了。 对于扎营者来说,成功只是个终点,而不是旅程。 攀登者和扎营者的区别就在于,爬到某个峰顶后,攀登者不会安于现状,而会继续前进,寻找更高的山峰。 这类人其实就是常说的终身学习者。 显而易见,这三种人中,抗挫折能力最强,逆伤最高的是攀登者。 他们在企业中担任领导的比例也最高。 还有研究表明,一个人的逆伤和他在职场的收入销售业绩有正向关系。 具体到销售业绩,逆伤高的人可能会比低逆伤的人高差不多一到三倍。 根据作者的调查,很多企业里的大部分人逆伤都不是很高。 保罗·史托兹发现,全球有很多CEO和管理者都说,自己的员工里有80%以上都是扎营者,第二多的是放弃者,攀登者的占比是最少的。 更麻烦的是,如果组织里有几个逆伤低的人,他们不仅比常人更容易感到疲劳抑郁,更容易失去希望,他们的工作状态还会影响其他同事。 比如一个团队正在追赶项目进度,大家都在咬牙坚持。 这时候,要是有一个逆伤低的人说,我们不可能按时完成这个项目了,他周围一定会有不少同事都露出认同的表情。 这种负面情绪会像病毒一样扩散,迅速感染到整个团队,最后可能真的没有按时完成。 保罗·史托兹把这个效应叫做反安慰级效应,消极的期望催生了消极的结果。 好消息是,逆伤是可以培养的。 作者说,放弃者扎营者和攀登者之所以不同,其实就是人对逆境的反应模式不同。 摆在每个团队面前的困难都一样多,一样麻烦,面对困境的不同反应,才让人与人之间不一样。 顺着培养逆伤这个话题,我把今天的解读分成了三部分,分别回答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在职场中,我们怎么才能成为攀登者? 第二,怎么打造一个攀登者的团队? 第三,怎么打造攀登型的组织文化? 好,我们先来看看,个人怎么在职场中提高逆伤。 想要提高逆伤,需要先衡量逆伤。 作者在书里提出了一个衡量逆伤的模型,叫core模型,Core。 这四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了逆伤的一个维度。 C指的是掌控感,control。 O说的是担当力,ownership。 R是影响力,reach。 E这个字母代表持续性,endurance。 乍一听,是不是有点不好理解? 别急,我们举个例子,你一下就能明白。 先来看掌控感。 它能让我们改变自己,增强处理事情的能力。 书里说,掌控感有两个层面。 一是,你认为自己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困境。 另一个是,你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掌控自己对逆境的反应。 我们来看一个职场中很常见的场景。 事情本来按照你计划的节奏发展,但领导突然派给你一个紧急任务,要求下班之前必须完成。 可你手头上还有其他的工作,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压力扑面而来。 遇到这种情况,作者的建议是,你可以考虑两个问题。 一个是,你对这个突然出现的任务有什么影响力? 比如,你是不是可以问问领导,自己手上那些工作能不能先推迟进度,或者你在组织中可以调动哪些资源? 这其实是在建立掌控感,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能掌控的地方,而不是默默被无助感吞没。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该如何掌控自己对这件事的反应? 人在压力大任务紧急的情况下,第一反应很可能是愤怒委屈,直到事后才恢复理智。 同理,我们也可以把注意力从个人情绪上先挪开,转去关注那些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事情。 掌控情绪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得知道,做到这点对于提高逆伤十分重要。 光有掌控感可不够,空尔模型的第二点就是担当力。 书中有一个例子,作者有次在一家美国工厂做培训,现场有250名员工,随着沟通氛围变得越来越热烈,作者就站到椅子上引导下一步的活动。 很快,这家工厂的一名员工请作者下来,说站在椅子上不够安全,很可能会摔倒受伤。 作者当时认为,这个员工可能是安全工程师,但事后疑问才发现,那个人只是这家公司的普通员工,这其实就是担当力。 一个人具有这种担当力,能让人对他建立起信任感。 相反,如果一个人总是为自己找理由,或者把责任推给别人,那他在团队中的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遇到职场难题时,免不了也会给生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衡量逆伤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影响力。 作者有次在伦敦乘坐火车,他旁边坐着一个人,看起来是要和妻子去度假。 作者看了一份报纸,头版标题是一家英国石油公司和阿姆克公司要合并的消息。 而这个人刚好是阿姆克公司的分析师。 他一看到这条标题,立刻就大喊起来,我们整个部门都没了,这真是一场灾难了。 然后又对妻子说,阿姆克把我们的整个假期都毁了。 这位分析师看到坏消息后的反应,不但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妻子。 如果他能把坏消息的影响限制在工作上,而不是任由他蔓延到自己的生活上, 那么他的情绪就不会耗损得那么快,就能有更大的心力去面对逆境。 衡量一个人逆伤高不高,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持续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认为当下的困难会持续多久。 如果认为困难只是暂时性的,我们就能保持乐观和坚定。 《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的作者叫维克托弗兰克,他在集中营备受折磨, 但就因为他想象到自己站在明亮的讲台上,讲授集中营心理学的情景, 他对未来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他不相信自己现在遭受的苦难会是永久性的, 于是就用积极的心态面对眼下的逆境。 这么看,维克托弗兰克的逆伤非常高。 到这里,Core模型就为你介绍完了。 这个模型可以帮我们觉察自己或他人在面对逆境时的反应能力。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在职场中运用这个模型? 我们可以在身体里装四个小人, 分别对应前面提到的掌控感、担当力、影响力和持续性。 遇到困难,挑战了就把它们找出来。 哪四个小人呢? 第一个是会计。 困难出现时,你可以让会计给你列张表。 一列是你可以掌控后果的, 一列是不能掌控的。 第二个小人是CEO,不是公司的CEO,而是你自己的CEO。 这个小人会第一个站出来应对困难,宣布你要承担哪些责任,你的应对计划是什么。 第三个小人是消防员,他负责防止火势蔓延,就是把逆境对你的影响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最后一个是远见者,他才不会让你被当下的挫折困住,而是让你想象挫折过去的情景。 觉察自己面对逆伤时的反应只是第一步。 作为个人,我们又该如何提高逆伤能力变成攀登者呢? 在这里,作者又给了一套方法,叫LEED工具箱。 LEED就是领导力那个词,这四个字母同样代表了四个动作。 L是聆听,listen,就是要我们倾听自己对逆境的反应。 E是探究,explore,要负起责任,探究自己对结果的担当。 A指的是分析,analyze,分析事实依据。 最后的D就是do,代表采取行动。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大客户打电话来,担心他要的东西不能按时交付。 团队中有一个成员叫杰克,听到客户的顾虑他的反应是, 一切都晚了,我们肯定会失去这个客户,他显然已经下定决心了,很多人都会被裁掉吧。 我肯定是第一个,我的两个孩子还都在上大学呢,如果失业了,我怎么能付得起那么高的学费啊? 杰克的想象力让他立刻陷入无助感之中, 可他并没有想过客户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而自己又能做些什么来打消客户的疑虑。 如果我们是杰克的同事,面对这种情况时,首先要避免出现像他那样的反应,然后负起责任。 想想有哪些方面是我们能够改进的,哪怕那些改进非常微小。 比如我们可以向同事询问一下当前的业务进度,也可以向那位大客户咨询一下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可以给同事们定个宵夜,大家一起奋战,争取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务。 我们还可以问杰克,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位客户一定会流失,有什么证据表明已一定会被辞掉? 很显然,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既然事情还没有成定局,还有转机,可以进行改进,那么如何让杰克也行动起来呢? 作者的建议是,列出行动清单,选出自己觉得最希望采取的行动,定好行动的具体完成时间。 还有,找到可以帮助自己的资源,比如杰克就可以向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同事情教。 作者给出的这套Lead工具箱,也就是倾听自己对逆境的反应,负起责任,分析事实依据和采取行动。 它不仅可以帮你成为攀登者,还能帮你的同事也成为攀登者。 好,讲完了怎么提高个人的逆伤,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打造一支攀登型的团队。 攀登型团队不一定都由攀登者构成,但攀登者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攀登者呢? 作者总结说,是那些有反应能力,专注于解决方案,有弹性和吸收力的攀登者。 有反应能力我们刚才在第一部分已经说过了,专注于解决方案的意思是, 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追责,也不是找借口,而是保持冷静,专注于解决当下发生的事。 人在面对逆境时,一般有两种思维模式,一种是溯源思维,一种是反应思维。 举个例子,如果半小时后就要和客户开会了,你突然发现发给客户的会议资料里面有一个数据错误,这时候该怎么办? 有人可能会把写这份材料的人找过来骂一顿,怪他没有做好工作。 有人可能会感到自责,自己在发邮件之前怎么没有仔细核对一下。 还有人会立即把这个数据改过来,检查一下其他信息是否无误,重新发送一份给客户,重新打印几份。 你看,前两种情况就是溯源思维,后一种是反应思维。 最后,有弹性和吸收力是一种罕见的能力,就是要通过自我分析来迭代自己,更好地应对类似情况。 攀登者总是不满足于现状,对每一步反思复盘,在后面的攀登中不断优化自己。 知道了团队该招什么样的人,那么怎么才能招到攀登者呢? 作者给出了几个策略,一个是考察面试者的时候为他设置挑战。 比如,面试官可以设置一个限定时间的网络搜索任务,确定好一个主题,告诉面试者要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搜集尽可能多的信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安排一个系统故障,看看他如何反应。 或者也可以让面试者去接一个愤怒客户打来的电话,评估他的应对表现。 这些势力挑战的方式往往要比询问他们过往的经历更有效。 除此之外,企业还可以让组织里的攀登者和面试者见面, 因为攀登者总是能更快地辨别出谁是谁不是攀登者。 如果你能够确认面前那个人是攀登者,就可以用攀登者的语言来跟他交谈。 这是因为攀登者往往更在意工作的价值和企业的愿景, 所以面试官可以跟他谈谈为什么他的加入对这份工作很重要, 最好也让他未来要合作的同事也和面试者见见面, 让对方提前了解自己将要和谁共事。 企业面试官也要告诉攀登者,公司能为他提供什么资源, 比如内部数据库、学习资源、特殊的人际资源等等, 这些都有利于他更好的创新、学习、互动和攀登。 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向他们说说组织里是如何处理不同想法,做出决策的。 如果企业成功地把这些攀登者招到麾下, 可以请他们同类人中的重要人物来做入职培训, 也就是让攀登者结识攀登者, 这样不仅能让新加入的同事更快地融入组织, 也能让他们彼此激励。 招到攀登者后,我们来说说如何打造一支攀登型的团队。 团队的总体逆伤并不等于每个人的逆伤之和, 一个全都有攀登者组成的团队, 也不一定就是攀登型团队。 为什么这么说呢? 打个地方,一个团队正在面临挑战, 每个人都是攀登者,都具备完成任务的软件, 也就是技能和特长。 可是整个团队一起解决挑战, 靠的不是一个个软件发挥作用, 而是要看这个团队的操作系统能不能发挥出最佳性能。 假如攀登者之间发生冲突, 相互指责,团队就很难发挥出最佳水平。 作者说,提升团队逆伤就可以升级团队的操作系统。 那么该如何提升团队的逆伤呢? 主要有这么几步, 定义问题, 列出最坏的情况, 使用LEAD工具, 利用行动漏斗和总结经验教训。 这其中的行动漏斗是一种筛选方法, 帮我们在行动清单里找到最值得关注必须采取的具体行动。 我们还是用一个例子来理解这个过程吧。 有一个世界级的医疗中心被要求削减预算, 领导团队既需要改造他们的医院和医学院, 还得保证医疗和学术项目的质量。 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好几个月了, 但一直在收集数据,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他们再不采取行动, 就会有一家以铁腕著称的咨询公司来替他们操刀。 于是, 医疗中心的领导团队赶紧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 参会的人有的紧张不已, 有的则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 会议开始后, 领导者汤姆说, 我们不能再做事不管了, 要拿出一些具体行动, 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评估现在的情况。 但团队有个人却说, 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他们宝贵的医学人才一定会流失。 另一个人站出来说, 天塌不下来, 我们不是第一个面对这种情况的人, 但我们的动作不一定有效。 会议结束后, 问题不仅没有解决, 冲突反而更多了。 接下来, 我们就用作者的方法试着解决这个困境。 第一步是定义问题, 当这个团队听到要削减预算时, 团队领导是说, 这下我们有麻烦了, 还是说, 我们要削减哪几个方面的预算, 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医疗质量, 减少人才流失。 这两句话会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应。 精确地定义一个问题, 不仅能够指明团队工作的方向, 也能让团队成员对自己所处的状况有掌控感。 再来, 是列出最坏的情况。 这里的做法就跟提高个人逆伤不一样了。 我们前面说过, 维克多·弗兰克正是因为在逆境中保持乐观和坚定, 才最终走出集中营。 但作者提出, 在危急时期, 开门见山地描述出最差的情况是非常有价值的。 团队成员一起把最坏的各种后果都想到后, 恐惧也就随之消失了。 毕竟还会有什么更差的情况呢? 在医疗中心这个案例里, 团队领导可以让大家集思广益, 把可能出现的最差结果都列出来。 降薪, 减少医疗设备的开支, 降低服务质量等等。 列出这些可能性后, 可以让团队更好地思考这个医疗中心的变革方向。 接下来, 我们就能把LEAD工具派上用场了。 前面说过, LEAD工具有这样四个动作, 倾听自己对逆境的反应, 负起责任, 分析事实和采取行动。 这个医疗团队可以用它来讨论, 哪些是自己目前要改善的情况, 分别由谁来负责, 现在能够做些什么, 来确保医疗中心能继续经营下去。 把能做的事情全都列下来之后, 团队就可以使用行动漏斗来决定, 自己应该先做什么。 比如, 在这些列出来的行动中, 医疗团队最想先完成哪些任务, 具体的行动时间是什么, 每个人要怎么配合, 来让这第一步尽快成功。 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 团队才有可能从失落的情绪中走出来, 开展有意义的行动, 真正成为攀登型团队。 当然, 打造攀登型团队, 还得加上关键的最后一步, 那就是复盘。 危机过去后, 团队要在一起总结经验教训, 在这个过程中, 自己哪里做得特别好? 如果未来再次面临这种情况, 我们在哪里还能做得更好一些? 复盘不仅能够帮助攀登型团队优化自己, 其实也是增强团队凝聚力的重要一步。 当一个组织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团队的规模会越来越大, 组织也就更复杂。 这时候, 打造攀登型团队文化也变得更复杂。 作者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实践, 在书里总结了22种提升团队文化逆伤的策略。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重点讲讲其中四个建议。 我们先来看一位运营总监的两难境地。 他所在的公司是亚洲一家电子制造商, 他们有格不成文的规定, 为了增强团队凝聚力, 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出席所有团队活动。 但我们知道, 运营团队需要及时响应客户的要求, 好多工作需要在一线完成, 可能没那么多时间去参加团队活动。 可如果他们不参加团队活动, 有可能被认为缺少团队意识。 但如果参加了太多这样的团队活动, 自己工作上的表现就会差强人意。 这种情况你一定不陌生, 很多企业都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则惯例, 但他们可能会在无形中阻碍攀登者向上攀登。 对此, 作者给出了一个建议, 叫清空你的装备。 如果要从你的企业文化背包中丢掉几项, 你会保留哪些会议、 奖励和沟通方式呢? 你会改变停车、 费用报销、 审批流程、 决策规则吗? 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答案, 把那些阻碍攀登者的装备丢掉, 阻止才有可能更轻松的前进。 作者的下一个建议是, 与攀登者为伍。 这里说的攀登者是指组织的利益相关者, 比如供应商、 客户、 合作伙伴等等。 想要为攀登减负, 就要把那些逆商低的供应商、 客户、 董事和合作伙伴清理出去。 举个例子, 作者的团队想在山顶上建造新的办公室, 可到达山顶需要走一条陡峭的山路。 他们找了十家承包商, 十家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他们找到第十一家的时候, 这家承包商终于接下了这个挑战。 他们知道自己可能要面临各种突发状况, 比如卡车从山路上翻下来, 但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是自己应付不了的。 通过与这样一个高逆商的组织合作, 作者的团队成功地在山顶上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不过作者也提醒我们, 攀登者在人群中终究是少数, 任何一个组织的周围不可能只有攀登者, 所以还是要更加关注组织内部攀登者的比例, 考虑他们的逆商和职位的匹配度。 比如,可以把逆商高的人放到最需要坚持不懈, 持续迎接挑战的职位上, 把逆商较低的人放到不太容易感到无助, 对其他人的情绪影响有限的位置上。 你看, 逆商是不是也为人才调配开辟了一个新的维度呢? 作者的第三点建议是, 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到攀登者身上, 奖励他们的攀登行为。 这里的攀登行为既可以是帮团队渡过难关的行为, 也可以是一次难堪的失败。 攀登者免不了会失败, 失败是他们学习的方式。 领导者在组织中认可这种尝试行为, 就是一种革新。 作者建议, 企业可以重新构建组织的奖励系统, 奖励那些真正的攀登行为, 而不是在顺境中表现优异的人。 这不仅对攀登者是种认可, 更可以激发组织里的扎营者走出温暖的帐篷, 重新开始攀登。 作者给出的最后一个建议是建立大本营, 拆除扎营地。 扎营地就是人们到了半山腰, 就不愿意继续攀登, 为了舒适所建的营地。 而大本营呢, 是给攀登者提供路线规划, 天气预报后勤支援的地方, 是攀登者的重要支撑。 没有大本营, 攀登者不可能到达峰顶。 舒适介绍了一个例子, 联邦快递公司送过的快递中, 最难的一次就是要把几千份古兰精CD光盘 从巴黎送到西班牙。 巴黎的联邦快递工作人员发现, 这些CD比托运人报告的重量重20倍。 当下这架飞机肯定放不了这么多的货物, 可这些CD是沙特阿拉伯国王的礼物, 必须准时到达。 于是联邦快递在西班牙的团队立刻行动起来, 和法国的团队找到了另一架飞机, 又花了三个小时与西班牙当局进行谈判, 获得了飞机的降落许可。 最后, 这批货准时到达西班牙。 在这场突然的挑战中, 如果西班牙团队只图省事, 等待这个任务的攀登者, 法国团队自己解决难题, 那他们就只是组织的扎营地。 但他们担起了大本营的角色, 帮忙协调资源, 与西班牙当局谈判, 为法国团队提供了关键支持, 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一个组织中的支持部门, 都可以成为大本营的成员, 而管理者要做的, 就是要确保他们认识到自己在整个组织中的角色, 认可他们的进步。 奖励攀登者的时候, 也要认可大本营员工的工作。 慢慢地, 人们看待工作的方式也会改变。 好, 《逆商2》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这是一本聚焦职场逆境的书, 做着要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职场逆境。 根据人们对逆境的不同反应, 通常可以分成三种人, 放弃者、扎营者和攀登者。 跟前两类人相比, 攀登者的逆商最高, 他们在企业中担任领导的比例最高, 收入也会高上一倍到三倍。 关于如何在职场中成为攀登者, 我们了解到了两套工具, 它们不仅能够帮你在职场中提高逆商, 也可以提高你在生活中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Core模型代表了掌控感、 担当力、 影响力和持续性, 它可以帮我们观察自己或他人在面对逆境时的反应能力。 Lead工具箱说的是, 我们要倾听自己对逆境的反应, 负起责任, 分析事实依据和采取行动。 我们也了解到了, 企业如何招到攀登者, 如何提升团队的逆商。 主要有这么几个步骤, 定义问题, 列出最坏的情况, 使用Lead工具箱, 利用行动漏斗和总结经验教训。 有了这套流程, 团队才有可能走出失落情绪, 做出有意义的行动, 成为攀登型团队。 如果你对如何衡量一个团队的逆商, 如何评估组织的文化逆商感兴趣, 推荐你阅读原书的第八章和第九章, 得到电子书里就有。 最后, 还想跟你分享一句话, 优客工厂创始人毛大庆推荐这本书的时候, 说了这样一句话, IQ是一个人成功的基础, EQ决定了这个人成功的下限, 而A是一个人成功的下限,